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G节的明镜连线 我是维仁在纽约为您带来重要新闻 14号纽约的股市重挫下跌3% 而道琼指数呢 收盘跌了3.05 是去年10月后最大的跌幅 而纳斯达克指数呢 是跌了242点 标准的普尔500跌了85点 一片熊市 而市场广泛呢 也是忧虑美国将出现经济衰退 而其中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一度高于10年期 这个呢是12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况 市场担心这也是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的警讯 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呢 华尔街日报上周就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 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上升了 他们平均预计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几率为33.6% 高于7月份的预估为30.01% 这也是这个调查 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一年前呢 这个数字是为18.3% 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 我们的财经全观察主持人 全军先生来到现场 跟我们跟对这个议题呢 进行讨论 全军先生您听得到吗 你好伟人 我听得到 好的 所以呢 这个针对昨天的这个美股惨叠 您认为这是不是一个迹象 象征美国经济是已经进入衰退了呢 我不这么认为 昨天呢 确实股市大跌 这里面有比较复杂的因素 两个因素是 中国和德国的这个经济数据不好 中国的是工业增长率 低于预期 德国的这个第二季度的增长 是负数 所以呢 这两大经济体啊 影响了人们的这个预期 整体上看呢 除了这两个 这两个国家的信息之外呢 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啊 对美国的股市影响也很大 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不稳定 就在波动状态 所以任何的这个消息啊 都可能会影响股市 是所以呢 其实总综合一下您刚刚说的 这个因素有很多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中德的这个最新的发展 还有中美贸易的关系可能也是影响到了现在的整个大环境 而就也有很多的媒体认为呢 英国脱欧呢也是在这个当中增加了一些不稳定的这个信 等于是不稳定的这些因素在里面 所以现在普遍来说呢投资人他们可能的确信心上面是比较 低一些的那今天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呢 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媒体跟专家们他们都提到了这个收益力曲线 Yelcurve的倒挂 所以很多人认为呢这个Yelcurve倒挂之后 美国股市的时间就不多了 针对这个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收益力曲线倒挂 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数字 一个一个迹象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出现倒挂之后 18到22个月都会出现经济衰退 但是这次呢 我认为啊 情况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 就是美国和美国经济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走向 是不太一样 就是美国经济体是好的是健康的 然后其他经济体呢 都处于波动状态 英国刚才你说过 英国处于巨大的波动状态 尤其脱欧世界的影响 整个欧洲呢 也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表现 那么中国呢 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导致中国经济急剧的发生了这种变化 那么就是在外围的这个 就是美国之外的这些主要经济体呢 现在都有麻烦 那么避险资金呢 它就要回流美国 美国是当前是健康的 也没有看到美国经济体里面 有比较大的这种风险 只能说是避险资金拥入的太多 然后呢就是转期的这个需求啊 太旺 所以这个呢 可能是原因 当然美国呢 也不能掉以轻心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因为川普总统一直让美联储降息啊 是有一定必要性的 就预防 如果说美联储降息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呢 对美国来说 这方面的忧虑啊 要小一点 就是这个 长短期 收益率倒挂的这个情况 会缓解 是 所以您是觉得说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美联储如果持续降息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倒挂的趋势 是有很大的这个 等于是舒缓的一个效用 那 其实川普总统 他之前也是不断的一直批评美联储 认为 这个升息呢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鲍尔他毫无头绪的一个 没有方针 没有远见的情况之下 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您对于他这样子的说法 您认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呢 是他和美联储的观点不一样 是因为这样的角度不一样 美联储呢 是从经济分析 就是认为呢 美国经济呢 有这种资金过多的这种情况 资金泛滥的情况 他害怕呢 出现这个通胀 所以他呢 不停地加息 结果呢 川普总统认为他们加的猛了 美联储把这个加息这事 当成一个工具来用 调节的工具 但是呢 川普总统不这么 完全不这么 不完全这么看 他呢 更希望 这个利率这件事 要变成一项武器 因为他现在正在跟中国进行博弈 尤其是跟人民币进行这个博弈 那么人民币在贬值呢 的话呢 就是他的关税政策 关税这个效率啊 被打折扣 他希望呢 美联储在 通过降息呢 能够跟人民币的这个贬值呢 抗衡 所以呢 川普这个 美联储的政策 判成是一种武器 一种对抗的武器 而美联储呢 似乎不这么看 所以他俩的风情呢 就在这个地方 是 那所以您刚刚也讲到了这个 这个利率呢 现在可以是川普 等于是美国跟中国博弈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棋子 那 这个今天也有相关的报导 指出有白宫的官员呢 就跟这个媒体透露了 认为现在美国的经济放缓呢 其实 川普跟他的这个经济顾问 是怪这个联准会 还有这个 Fed的主席 鲍尔的头上 但是很多人认为 其主要的原因是中美贸易战 对于这样子的说法 您认为是正确的吗 对不起 我个人认为啊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就是美国如果陷入衰退 全球是陷入衰退 一定是有一个主要的经济体 拉动的 就是如果中国 现在跟美国不能友好的达成协议 中国的经济下滑的非常厉害 财业链转移的很厉害 它必将影响 全球各个主要的经济体 包括美国 虽然美国经济本身是健康的 但是面对中国这么一个 庞然大物的这个衰退啊 美国各个行业呢 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会受到波及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降息啊 就显得有必要 当然如果美国跟中国达成一致 中国开放市场 那么经济呢 马上这方面的警讯就没有了 因为资金呢 又会回到中国 然后这个产业呢 又会一片那个 斑腾对吧 这就涉及到中美之间 究竟能不能解决 双方的这个 贸易冲突 但现在看来呢 似乎这个解决的这个可能性啊 目前比较小 双方达成协议的这个概率啊 现在比较低 如果达不成这个协议呢 双方经济脱离啊 走上脱离的路 那美中国当然是受影响很大 中国会走上另一条路 对吧 走上那个计划经济的道路 呃 飞机的道路 当然对美国影响也很大 那个时候呢 美国可能会有一个 呃 经济的这个放缓的过程 那 是那所以呢 呃 就要讲到说 呃 这个现在美国相对起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经济体哦 跟像是呃 刚刚您说到的德发 或者现在正在想办法要脱欧的这个英国来说呢 它其实 相照起来受到的影响可能是会比较低的 那您觉得在这个 现在大家在美国国内比较关注的就是2020的大选就要到了 在这个之前您觉得美国的经济是不是会持续的健康的往上走呢 会不会影响到川普他这个连任的几率呢 呃 我认为啊 他川普手里有呃 呃 呃 有有有有有办法 有牌 可以那个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呢 当然是美联储的降息很重要 呃 这个时候如果降息呢 它是做预防动作 第二个呢 美国的这个大规模的基建 要适时的推出 就是你不能靠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发展来拉动美国经济 你现在要想自己来拉动自己的经济 那么大规模的基建的这个设施啊 呃 基建投资啊 这个呢 能够呃 对美国经济有比较好的这个拉动作用 所以就看这个两档之间 能够对这个基建投资 呃 基建项目什么时候启动 如果这个启动 我估计明年启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旦启动的话呢 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比较好的 配合上美联储的这个降息 这两个 这两大措施呢 我认为是能够抵御这个美国的经济衰退的 是那所以那我们就要看到比较呃就是宏观一点了 美国这个相较起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经济体哦 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其他经济体目前来说都是处于比较走弱的这个趋势 尤其是中国呢呃您刚也提到这个工业产出的成长率呢 这个呃是17年来的最低 所以觉得整个大环境看起来全球经济放缓是往这个趋势走的 您觉得如果今天美国持续的强健的继续的呃成长的话 会不会有办法把这个经济放缓的趋势稍微的减低值学一些呢 啊我我觉得美联储现在降息确实一方面是应对美国 另一方面呢要给市场一个信心 要给国际市场一个信心国际资本一个信心啊 那当然美联储降息呢也会带动啊其他的经济体 包括日本啊加拿大有可能都降息 那么现在欧洲已经是量化宽松确定的 对吧呃英国也降息 而这样的话呢就还需要一个联盟 还需要那个协同一致 呃当然这中间更最主要的这个影响力 还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怎么处理 因为中美之间如果打架呢呃对于国际资本啊 影响是最大的现在呃可能后面还涉及到英国英国脱欧 如果英国脱欧再出现麻烦呢 这里面就有一些变数啊对欧盟啊对英国影响也比较大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美国当前呢是呃是可控的 就对经济的发展走向它是可控的啊 是所以这样总体听起来呢 其实呃虽然昨天这个市场是十分的惨淡哦 就大家如果说是在关心股市的话 其实看了都呃都十分的惊恐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呃如果您是在美国主要是关注美国市场的话呢 听起来其实目前出现经济衰退的这个趋势呢 这个机会呢似乎并不是那么的大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陈钧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美人 谢谢再见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连线 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 请在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请您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 并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我是韦仁 我们下次再见